有錯今年的瞬間喔 嗯 我想要請看VCR 他要先去 他要先去看看 這不是晚上嗎 沒有啊 爆炸啊 又還沒吃過 沒有什麼最想留作紀念的瞬間 我還沒有想過 我先想想吧 就是變成永恆的那個timing 或是那個moment 最想留作紀念的瞬間喔 嗯 這我要想一下 最想留作紀念喔 好吧 我覺得好像沒有 好 看還是沒有 不管 我想留下法國 那時候因為我很喜歡那種 外國那種 因為感覺他們步調很慢 就是沒有像我們台灣就啪啪啪 就是超快 對啊 所以那時候在法國 我自己覺得 我就是很享受 雖然很累就是每天都很晚 但還是很好玩 因為有看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那種法國的街景啊 法國的景點啊 就雖然那種觀光客渠道欄的地方 但是我還是覺得 既然觀光客會去 那就一定會有它的價值在 所以我還是覺得就是看完 還是會很印象深刻 就是你會想要把你去的那幾個瞬間 全部都記錄下來這樣 就很愛看那種地方 就是我很愛那種風景類型 還會想要再回去 嗯 去法國很開心 去法國啊 就是沒去過的地方啊 整個都是抑鬱的風景 然後就會很想要還可照留一個紀念 那這件事就不僅限於iGEM嗎 就是你要去法國的話 你隨時都可以啊 對啊 所以就很難想 一個很有特殊性的場景啊 場景的話我覺得 跟iGEM的隊員相處的每一個時刻 都是值得紀念的時刻 我 好官方喔 我沒辦法接受 你不要面穿裡面帶話耶 沒有啊 可以啦 環境的選擇很重要 我今天常選錯環境 不會啦 我們就練習一下說話 就不會覺得很真誠啊 沒有啦 有欸 我覺得法國的那幾天 是我 想要一輩子 都挺了解的 那時候真的是太開心了 太沒有壓力了 然後又是一個 來到一個 大家都不認識你的地方 就是你想要幹嘛就幹嘛 然後還有一群夥伴 就是平常出國 可能也只是跟家人 都熟悉 也知道該怎麼做 但是就是第一次跟這麼多 然後還是就是 平常好像也不太會見面的朋友 然後就一起去國外 然後還一起參加了Jamboree 然後出去玩 看發力電腦 我覺得那個過程真的是 非常美好 所以你覺得讓你快樂的是因為 離開台灣 遠離繁壯的客業 到一個不托方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沒有任何人的時間 只有這一群人 也看到了他們不為人知的一面 像是什麼 像是喝醉酒之後的各位 滿難忘的 可是為什麼沒有人認識你是快樂的啊 還是那是因為那個環境 應該說是沒有人認識我 就等於我 他們不知道我的過去是怎樣 他們只能憑我這個人 所以 可能我知道 偷起來還沒有來開玩笑的 出個國 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我覺得我自己也有種感覺 就是假如說 像我到一個新的環境 當沒有人認識我的時候 我覺得個性會比較外方一點 或是比較敢做自己 但是我覺得你的快樂應該是來自於 就是 不用管任何 原本有 已經有的壓力 然後可以繼續這樣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嗯 我會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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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作紀念 就是他剛剛 應該有提到 就是我們這一年是 最多是以一個同事的身份在相處 但是我想 留作紀念的時刻是我們 在 巴黎當天 我們可能比賽完 我們可能逛完街回家在飯店 等我們大家晚上有自己聚一聚 在一個房間 大家有聊天啊 大家有喝酒 幹嘛的 那我覺得 那個時候是我們 抽離這個 同事身份的 第一次啊 第一次抽離同事身份 然後是用朋友的 朋友的方式聊天 那我覺得 我在那天就認識了不同的大家 就是 原本像是這個隊長啊 原本就是 要叫大家完成任務 要定 deadline 就是會比較嚴肅一點 但是在那天我覺得 嗯 就有看到不同的一面啊 就是不會定 deadline的那一面 然後 不會再找一些文章要請大家看 對那一面 什麼意思 你不是有時候會找那個 這什麼商周的什麼 然後大家看一下 然後凝聚團隊什麼的 欸其實我跟你講 過程中一直很想罰 但我怕你們就萬囉嗦 萬囉 止住我這種這種衝動 真的喔你還有更多要罰 有啊 然後他要傳給我自己 真的真的 尤其是隊長啊 因為平常看到隊長 他就是一直 一直吹啊 當然不怪他 因為他是隊長嘛 也要維持這團隊運作 但是就是在那天 在晚上就是覺得 有看到他不一樣的一面啊 欸不要只講我 講其他人 講其他人也適用 嗯 彭博陽跟劉宁辰就還好 劉宁辰都在睡覺啊 彭博陽就那個樣子 然後彭博陽就那個樣子 然後張明明沒去 所以沒有跟你講 李宁辰也不在耶 李宁辰也不在耶 好多人都不在喔 然後還有 阿伯先好了 我覺得他 其實因為 我們都是WeLab的成員嘛 所以我其實跟他的相處 在我們在實驗室的時候 就有 比較多的 啊還有實驗室啦 就是除了晚上 因為我們WeLab還有 要做實驗嘛 所以就會在比賽前 有比較多時間 會在實驗室 那我覺得在那段時間 也是我 認識 只會跟阿伯比較深的時間 因為前面也都是同事 但是在實驗室就很無聊 可能大家會聊個天 講一些有的沒的 有嗎 你明天玩手機 有啊 沒有聊天啊 你又不是一直都在 有啊 所以那你對阿 指揮不同認知是什麼 就是 發現他原來 除了叫我看論文之外 也會有其他話可以講 這樣子 沒有啦 就是 就他蠻nice啊 不錯啊 蛤 就蠻nice的啊 因為原本都是Leader WeLab Leader 所以也是給我的 會是比較分配工作的 要討論一些 實驗之類的 但是在那邊就是在聊天嘛 所以就會比較放鬆 比較 講一些有的沒的 就可能在抱怨一些事情啊 就會讓他覺得有點DOWN TO EARTH 你知道嗎 就原來他是個人 他也會抱怨 他也會抱怨這樣子 那佑杰咧 好像跟他比較多認識 也是在法國的時候吧 就覺得他 晚上蠻瘋狂的就是這樣子 我的印象中是這樣啊 怎麼說 你是斷片啊 就是會一直喝酒啊 然後一直叫我喝之類的 就是蠻瘋狂的 但是在法國之前 我也不知道他會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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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我去法國之後 覺得佑杰超好笑 我也是這個意思 我也是這個意思 講話很有梗 然後會一直叫我拿東西 我覺得真的有些人 真的一直叫我拿東西 我覺得蠻 樂在其中 沒有樂在其中 蠻不想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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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看我還調他時間了 我把他調在早上發動 他就沒談 他一定很棒耶 超扯 超扯 好笑 滑 滑 好棒 不是這樣子可以嗎 睡不著說什麼 沒養 什麼養 下去 來 我們送上一小回 兩個字 最想要做紀念的瞬間 對 應該是那個凌晨 我們在巴黎飯店 然後凌晨一點多 你們要開會就我睡過頭那一次 對啊 好想要請看VCR 他先去 他先去 他先去場刊 他先去場刊 對啊 欸 這樣不是晚上嗎 沒有啊 早上啊 天啊 還沒在天啊 你太一首一時間了 不是八點嗎 你確認太一首一時間 現在不是八點嗎 八點整 是喔 我以為是早上 所以我是睡一個小時 差不多吧 非常好笑 好 他死一首 真的是一間荒謬 他一進來 衝入就在那裡 他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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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醒 還想說他一下 你會發現 對 你會發現沒有 真的 他還忘了說 我們還在這裡嗎 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 這要依你的起照啊 你一起照 就趕現早上 好 還會要騙你 哈哈哈哈 真的默契 真的不是耶 欸 怎麼過你們兩個也沒有默契 對啊 又來很厲害 我們兩個 我們超屌的好不好 超屌 超厲害 你們怎麼騙他的啊 而且跟你頭髮全部看手機耶 有啊 但我還調他時間 我把小燃早上八點 我還沒看過 你很棒耶 超醜 好好笑 你做新中全套耶 你們很認真耶 有啊 我本來很想睡耶 結果聽到這件事情 幹我整個人都熟悉了 超小的 超級尷 哈哈哈 幹而且他看到那個早上 那邊沒開 我跟他說今天假的 所以沒有早餐 真的好酷 哈哈哈哈哈哈 快耶 你都在經過那裡耶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其實 你今天畫鬼差耶 好帥耶 超荒謬的 他叫我全部都穿上去 我全部都穿上去 我全部都穿上去 我穿外套 我穿外套 你們的房間 對啊 剛錯我們是他問的 喔是喔 沒有 我把你弄上去說我騙騙 然後太太就說 我騙騙去這房間 哈哈哈哈 然後這樣子趕快走 那你把他騙上來比較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怎麼跟他說要來這間 那你怎麼跟他說要來這間 那我就說早上要先來開會 什麼的啊 哈哈哈哈 這樣就好了吧 簡單啊 剛好你沒開訊息 他就以為你們喝一整晚啊 他就現在還在喝這種 哈哈哈哈 就是我們在發 應該是最後一天晚上 不是不是最後一天 我們隔天還要去酒店 所以是中間 倒數幾天 應該不是倒數幾天 是中間的時候 然後反正那時候 我們回飯店都已經很累了 我在巴黎那幾天 一到飯店 躺到床上十分鐘 那馬上睡著 然後那時候晚上 他們壞一點多 晚上一點多跑去開會 但我真的太累 我就睡著了 所以我沒有參加到那一次的談話 我醒著 所以我令我就可以 聽到一些東西之類的 所以這是我錯過的東西啊 所以值得 什麼鬼 你也亂講 明明狀況是這樣 就是他那時候回去飯店睡覺 然後 我不是很確定 在過程中發生什麼事 可能等一下可以 請他的室友現身說法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睡著了 反正就是他睡著了 然後不知道是蔡晨諺還是柏洋 反正就想要騙他說要開會 已經隔天了 然後他要遲到 然後為了騙他 他們兩個還把那個對服換上 然後 然後衝衝馬上趕到女生房間 然後因為他的房間到女生房間 會經過那個早餐吃飯時間 然後 還有你反應說 欸怎麼那個餐廳沒有開 然後蔡晨諺還騙他說 因為是假日 所以沒有早餐 然後反正他衝衝馬上到女生房間 之後才發現 欸 我不知道你後來有沒有發現 你那時候到底有沒有清醒 我最後是到女生宿舍 我才看到外面天是黑的 對然後他是天是黑 然後反正說因為天還沒亮 然後 所以就是要把他騙來喝酒 然後蔡晨諺是把他手機的時間都換掉 反正就超好笑 可是我那個都沒有注意到 手機我都沒看到 因為他根本沒有帶手機啊 你知道嗎 是喔 對啊你沒有帶手機出來 是喔 我昨天在整理以前檔案 然後剛好有錄到那一段 是喔 超好笑 超好笑 欸 等一下可是就你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怎麼叫最難忘啊 這是什麼最想留作紀念 最想留作紀念啊 因為我沒有參與到 所以最想留作紀念 好爛 就很想參與到啊 對 你那時候應該都還沒清醒嗎 對 對 沒有 我剛剛想到的是就是很後面 然後我們一起拍照的那個時候 然後就後面有那個 你說拍照的那個時候 對 為什麼為什麼是那個瞬間 就是有一種 證明我真的 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的感覺 就是那拍快門按下去的那個時刻 我就看 啊 這樣子 很光榮 對對對 那還好我有把你們拉去 因為原本叫你們說 你說那個小舞台 我就說就是那個小舞台 對啊 可是我第一次叫你們的時候 那邊大人走過來 然後又已經關了 然後又走回去 我超不好意思 沒事 好不好意思 對 你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嗎 其實我到現在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還是我們去吃那個 煎餅 煎餅 那個時候 可麗餅 就是 我每次回想 我們這幾天做的什麼 我都會想到那件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 為什麼 就很搞笑 因為那時候已經真的很晚了 然後我們在人家 就是 冰臨打烊之際 然後去 我想我們吃超快 我們素吃耶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已經是 千里迢迢 對對對 然後現在倒數第三天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 到聖母院 聖星堂 反正就是一個 我們繼續遊船 沒有 前一天 前一天我們先吃可麗餅 然後那時候 吃的時候我們女生點了一個甜的 一個鹹的 然後發現 鹹的驚為天人 超好吃的 不行耶 我現在還想念那個味道 而且我前幾天收書包的時候 我還在書包裡面發現他的名片 喔 然後 所以我才一回想起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我們有做一個台灣小吊事 我們後來就送那個服務員 然後他順便講說 我覺得他們可麗餅超好吃 然後隔天的時候 隔天晚上我們就去遊船 就是在尤塞那河 然後尤塞那河 之後查一查 那個可麗餅好像在附近 但走路好像半個小時 才一個小時 大家就可能 直接去十分鐘 然後 因為他們繞那個河 他繞過去 他直接大概就真的很近 近在眼前 然後 然後那時候 遊船結束已經晚上十點 然後那間可麗餅店 好像半夜十二點關 然後我們四個女生 就很瘋狂 沒有他給我們這麼大的勇氣 就說要不要衝去吃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 在法國的最後一晚 而且我覺得 我記得是因為我們好像某個原因 好像也很餓 對 為什麼我們很餓 好像沒吃晚餐還是怎樣 然後 然後 我們四個原本是想說 那就攔計程車 因為好像沒有地鐵過去 後來就是 建車太貴了 然後 我們就搭公車 那也是我第一次搭 都市的公車 然後 進去的時候他們好像 剩半個小時還不到 就關門了 然後 我們就 趕快 點了兩個鹹的 來吃 超快 更好吃 座上去屁股還沒熱 我記得好像十分鐘以內吧 然後 結束之後 因為好啦 那時候已經快 半夜十二點 結果我們四個先摸 反正在街頭上先 而且我們已經走到人家 人家 住宅區 住宅區 就這種四個旁邊完全沒人 黑黑了然後一點路燈 而且這件事情其實 有點危險 很好看 對 不鼓勵大家這樣做 但是 如果那間店很好吃的話 還是可以 嘗試 然後結束之後 我們還送每一個人 每一個服務人員 一個台灣小吊飾 反正我覺得那真的是 超瘋狂 但是又覺得很有趣的過程 沒錯 對 好喲 你還有講什麼嗎 沒了 好喲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這個鹹的可麗餅超好吃喔 然後現在是電視頻一點半 二十二點就要關門 我們剩半個小時解決它 好 那今天這集應該就到這邊結束 別來說我覺得 愛倩對大家來說 都是一個很 非常非常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我覺得 她跟一般的競賽 又真的不太一樣 就是她 她的面向太多太多太多 然後 可以接觸到的人 也非常非常多 但就是真的要 鼓起勇氣 然後就是自己 可以step out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想對參加完這個比賽 自己說什麼 要好好地活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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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